接着我们讲讲有关关于潘母 潘永和母亲就是陈铜佳杀了女孩的妈妈 明天就放了一个邀请 邀请谁呢?邀请陈铜佳、邀请管浩明 邀请李慧琼、邀请周浩鼎 这四个就是牛鬼蛇神 就出来见面对质 为什么陈铜佳还不去台湾自首 管浩明和周浩鼎就出来说 我不会出席 出来说不会出席的了 而周浩鼎、管浩明也代了陈铜佳说不会出席 那就是说在四个当中被邀请的 有三个他就出席的了 而李慧琼就继续一贯他的作风 就是所有负面的东西他们会立起 尽量不把自己的名字放在负面报道里面 李慧琼就不出声、不发明明、不回应 而李慧琼和周浩鼎为什么会被邀请呢? 众所周知最初潘武和潘爸爸是去找民建联帮忙的 民建联出了李慧琼和周浩鼎 甚至叫当事人出来开记者会认死认屁 结果什么都不做 现在潘武可能追了个责任了 究竟李慧琼和周浩鼎当时答应了什么呢? 现在搞什么出来呢?周浩鼎就发声明 就说台湾不让陈铜佳入境 这个究竟是不是呢? 绝对希望台湾回应下了 而另外管浩明也说一句话 说台湾不发签证就给周浩鼎 所以陈铜佳就去不了台湾 据知台湾现在申请的签证是网上申请的 那就是需不需要你口讲呢? 陈铜佳有没有进行的申请呢? 陈铜佳申请之后台湾是不是真的reject呢? 又或者甚至在紧急的情况之下呢? 申请了是不是可以马上买机票 而落地的时候才拿签证呢? 这一个呢都可以 我叫做挥入台证吧 这个可以再看看 我个人呢就极支持潘武的 因为这个女儿呢 是不明不白地被人杀了 那怎么都要一个制裁的 陈铜佳就曾经讲过 那他就说呢 既然陈铜佳在香港已经接受法律制裁 就是坐牢了 那他一释放了出来之后呢 那理论上在香港呢 已经完成了一个刑事站了 而在台湾发生的事情呢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不关他事 那他都觉得罪犯都是人来的 他都是人权的 他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的 那现在陈铜佳呢 的确是罪犯 而且是一个杀人犯 而且这个杀人犯呢 是还没受到适当的制裁的 本来杀人这件事呢 在香港没有接受过审讯的 那原因呢就是这件事 不是在香港发生 那是在台湾发生 而在台湾被判的 那希望陈铜佳呢 就自己想清楚了 你一生都走不掉的了 你除非呢 现在去台湾面对你的刑事站 无论你判什么刑 判死刑也好 判终身监禁也好 你都要面对的 那你自己一生做了什么说 什么事干呢 你自这么大的儿子呢 应该是深知肚明 你不是小的了 你不是小朋友 不需要管浩明这个人呢 去保护你 更加不需要管浩明呢 去做一些接近魔鬼的行为呢 去包庇一个杀人犯 这个呢 我相信呢 就连耶稣 连这个宗教呢 都不会接受 我自己作为天主教徒呢 那对管浩明的行为呢 极之反感 对李慧琼 或者周浩鼎更加反感 利用陈同佳母亲 陈同佳岸 母亲呢 出来呢 就是开记者招待会 舔了一些游泳之后 舔了政治游泳之后呢 就不理人 这个呢 就极之呢 就令人呢 就是同心 接着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跟大家讨论一下呢 就是BNO了 BNO的护照呢 那原来呢 英国根据开放资料呢 就告诉呢 就是爱媒的记者听 那原来呢 英国2019-2020年度 总共呢 就批核了 保护了46万本BNO护照 这个BNO护照呢 是个人护照来的 有部分人呢 是一家人呢 是全家两夫妇 就是说爸爸妈妈都有的 年轻人就不会有的了 那就是一定要上那年纪才有的了 一定在97年 是足18岁的人呢 才会有的了 现在回归了呢 已经23年了 那就是说呢 拥有的人呢 最少都42岁的了 那就是44 43岁 或者41岁 都很想问边了 那就很难 如果不是都很难 有BNO护照 有BNO护照的人呢 就原来都补发了BNO护照 总共有46万本了 那叶刘淑仪呢 竟然呢 就第三次想炒兴双重角席 香港人双重角席的问题 或者他死心不适 他呢 似乎这件事呢 就不是由这个北方 也不是由北京 不是由中联办法 港澳办呢 就是强制要求 那如果他们强制要求呢 你看到一个做法的 就是他们不会被社会讨论 那基本上呢 就一锤定音 就由政府公布 那基本上就走的了 那就不会出现呢 就是讨论 或者不会出现 由下到上的建议 那叶刘淑仪呢 第三次呢 就想烂兴呢 香港人双重角席的问题 那目的就是要令到北京觉得 他呢 就是非常左的 他呢 就会帮北京想一些呢 就是面对着的问题 双重角席呢 他抓到认他觉得呢 香港人 现在离开了香港 那就是去外国移民 也都没有任何登记系统的 究竟那些人走了不知道 那究竟呢 那些香港人呢 是不是被他随便回来又不知道 那叶刘淑仪呢 那叶刘淑仪呢 现在的态度就是说 如果你走了呢 我就脱除了那些香港人的身份 那令到你呢 就没办法再回来香港 如果你走呢 就麻烦你立刻走 走了之后 就以后不要回来 林郑仪呢 叶刘淑仪呢 大概是这样的态度 连林郑仪呢 我也没有这样的态度啊 林郑仪呢 虽然呢 有贬低呢 就是移民的人 但是他都没有去到叶刘淑仪呢 这种这么左的态度 叶刘淑仪呢 第三次想拿起这件事 有的一个呢 就是各籍的自由 那就是香港就本来没有呢 双重禁止 双重各籍这件事的 那就是香港人可以呢 就去了 现在拿BNO护照入境 出境啦 入境英国啦 就去了英国长居 那甚至呢 如果呢 在未来的几年 发觉呢 就是都是想回来香港了 那有突发的情况了 二刘淑仪呢 原来呢 都不再做立法医院了 香港的发展呢 就好了 那他们回来呢 就是有一个空间的 但是二刘淑仪呢 现在是想呢 鎖了它 你走了我就剪了你的护照 剪了你的身份证 等你呢 就没有了香港人的身份 没有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 也没有了香港人的 这个呢 各籍的身份 或者呢 中各籍香港人的身份 那结果呢 就令到大家呢 就没得再回来 那结果是怎样的呢 那香港在 上次的人口普查呢 结果发现 香港在2021年呢 呢 人口已经跌到了 七八三十九万的了 那这个数字呢 还没有包括移民的人 因为移民的人呢 是没有申报制度的 没有人呢 是需要告诉香港政府 听呢 究竟我是不是移民 虽然政府呢 可以有很多旁考側的数据 譬如要移民的话呢 很多人都会主动去清税 就是清了税务 很乖的 那清税呢 的人数 其实某个程度反映到呢 就是就业人口当中 就是有交税人口当中 有多少人是希望移民的 而另一方面呢 移民的一些 很多的顧問公司呢 都出了很多数据呢 那些数据呢 那些数据呢 当然是乱说二十四 誇張那些了 就说呢 可能十一年以上的一半 想去走 之类了 那这些 这些状况 这些状况下 可以反映一点的 那就是说呢 香港这七百三十九万人 那就是说 在今年年头 跌到七百三十九万人呢 其实正在英国国民 河湖海外护照呢 的四十六万本重新发放呢 都是有机会 有机会 这四十六万人呢 都会离开的 这四十六万人呢 另外会带自己的子女离开的 香港平均一个家庭呢 有二点八人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有子女 也都 甚至乎呢 平均都不够一个子女 那就是只有二点八人 有爸爸有妈妈 再加上一个子女 就是三个人 香港平均只有二点八人而已 那我当呢 这四十六万本护照当中呢 是有大概一半呢 是基本上呢 就没有子女的 那他自己呢 就去的而已 就是自己呢 个人呢 会离开就不会带家庭去的 那另外一半呢 就会带家庭去 那一半的家庭呢 大概是二点八 就是每个家庭成员 那就是说呢 那只是这四十六万本护照呢 有八十万左右的人呢 可以离开 潜在人可以离开香港的 那如果七八三十九万呢 减八十万的人呢 可能呢 就在香港剩下六百五十多万的了 那就是说呢 叶刘淑儀 如果你再逼香港人 再在那里讲呢 有关雙重国籍问题 再在那里希望炒件事呢 去帮助你的立法会选情 再在那里希望炒件事呢 去帮助你 在立法会欠位置的话呢 叶刘淑儀 你呢 就将会成为罪人的了 香港的人口暴跌呢 可能是因为你 令到香港人呢 是要决定要移民 或者不移民 本身现在呢 一个相对一个呢 就是没有那么清晰的制度 其实某个程度上 也可以令到香港人呢 有自由 现在不开心 我去去外看一看 可以发展的留下 不可以发展的可以回来 这个是自由 这个既有的自由 这个呢 如果叶刘淑儀 你真的想继续剝索这个自由 那这个呢 你将会成为罪人的了 你不要因为呢 你自己想连任 或者因为你的一个新民党呢 没什么人才 希望新民党可以霸多些位置呢 你就找一些事件出来呢 去令到自己呢 见报令到自己呢 增加自己的谈判插码 我希望 叶刘淑儀 你想清想错 不要再炒作呢 香港人双重各席的问题了